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照片是许光达大将与夫人邹靖华的合影 拍摄这张照片时 两个人已经携手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那夫妻啊 人家是没说的 那人家真是 那人家可以说是永不变心 人家真是模范 是包办的 但是又出头到尾是很好的夫妻 其实 出身书香门第的邹靖华 能够许配给家境贫寒的许光达 在讲究门当户对包办婚姻的旧时代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然而 两人婚后坎坷的爱情 更堪称是一段传奇 结婚的孩子是十年 结婚的孩子是十年 十年 十年也没有婚姻了 因为面面无信心 1928年10月 婚后仅仅十天 许光达便匆匆离别了家乡 离别了新婚的妻子 直到十年后 久别的夫妻才在延安奇迹般重逢 那么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次分别 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经历呢 许光达与邹靖华两人的姻缘 要从一个后来被称作邹门沥雪的故事说起 许光达出身贫寒 由于家里没钱供他上学 六岁的时候便开始帮人放牛 他能够用到的所有办法他都用到的 去争取一个读书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佩服 爷爷这个人 天资聪颖的许光达求学亲切 常常在放牛的时候 偷偷躲在邻村一个私塾的窗外听课 我的老外公是清末的一个举人 他在家乡开了一个私塾 他经常发现有一个小男孩在窗边 听他讲课 讲书 其实早就注意了 这个放牛的孩子六岁 不像别的孩子一样打 闹 满山跑 总是静静地在窗口底下听书 一个天降大雪的冬日 在私塾外听讲入了神的许光达 由于过度寒冷 竟然晕倒在了雪地里 看到这个孩子打雪天冻坏了 心疼孩子带回家 然后问这个孩子 你为什么在我外边 孩子说我想听读书 你教书教得好好听 我想听书 我想读书 私塾先生感动之余 破例免费收下了这个学生 这位爱才的私塾先生 便是许光达未来的岳父 邹西鲁 一年后 邹西鲁受聘于长沙师范学校 到了长沙 而许光达也在伯父的资助下 正式进入学堂读书 并在13岁那年 考取了长沙师范学校 师生二人再次相见 入学后不久 深受邹西鲁喜爱的许光达 因学习勤奋刻苦 成为了师范学校 出类拔萃的学生 别人可能去玩去了 或者是去搞别的事情去了 他就在学习 他就看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参考资料 这个参考资料 一方面是曹顶吉老先生 推荐的一些革命的一些刊物 还有一些是在投续馆 还有其他的教授 向他推荐的一些刊物 因为他非常的好学 所以他的老师 一些老师都非常喜欢他 许光达15岁那年 周西鲁把自己的女儿周静华 取配给了许光达 两个人的婚姻大事 就这样由父辈决定了 他是一个教授 是一个知识分子 把自己的女儿 取配给这个 勤苦的一个人家 这个事情 如果不是有这个善良 正直开明的这个心怀 绝对不会有这种举动的 1926年 在学校进步人士的影响下 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许光达 受组织委派 进入黄浦军校学习 在后来的广东三河霸战役中 身负重伤的许光达 与南昌起义部队失散了 1928年 许光达秘密回到家乡 寻找党组织 在父亲输出下 许光达和邹敬华成婚了 然而 新婚刚刚十天的他们 却不得不面对一次 生死未卜的人生别例 当时许光达的那个姐夫 因为在那个长沙警察局 他能够知道那个消息 就知道要通缉许光达的时候呢 就告诉我报信 差人报信 许光达匆匆告别自己的新婚妻子 离开了家乡 然而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 哪里才会成为他的容身之地呢 2008年6月 在河北省清河县档案馆 我们找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清河县制 当年的清河县县长 就是曾在长沙师范学校教书的 许光达的岳父邹西鲁 县制中对邹西鲁的政绩评价颇高 而奇怪的是 他的任职时间却短短不到一年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被长沙警备司令部通缉后 无处可去的许光达 化名许范舟 来到了河北清河县 在岳父邹西鲁的保举下 担任了清河县警察局长 他当了警察局长以后 理由他的便利条件 他查阅了清河监与 当时官雅的一些个 岸费的卷总 发现在清河县 官雅的一些个 从周边县区 官雅的清河建筑的 一些个共产党员 1928年 新河县警察局内 出发一场大火 监狱里的政治犯 趁乱被人放走 并乘机取走枪戏 没有人能够想到 宋国舍 正式担任警察局长的许光达 为此机机变 使人演会的那么个机会 把他收下这些警察 都记得一切 矿银 等这些警察 和他懂得洗碗的时候 他就把提前 已经准备好的 一通没用 倒到屋里 来后 第二招 他是警察局长 救出那些监狱里的革命同志以后呢 就一把火 把那个监狱烧了 就好了 徐光达演了一出监狱纵火的好戏之后 再次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道路 没过多久 他的岳父县长周西伦也受死千类 因独职岁被免职 回到了湖南老家 而从此 徐光达与远在家乡的妻子 周静华 天各一方 生死两难忙 他们结婚十天以后就分别了 当初两年还有一点联系 但是后来就音信全无了 在长沙家中 邹静华不但饱受生活的困苦 而且常常因为丈夫的共产党身份 被辱骂为共匪婆 1932年1月 担任洪三军第25团团长的徐光达 在洪湖苏区战斗中身负重伤 由党组织送往苏联治疗 徐光达在寄回老家的信中 特意加了十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俄文的收信地址 以方便妻子回信时贴在信封上 看似并不起眼的十张纸条 寄托了徐光达对妻子细腻的情感 和深深的爱意 得到丈夫的音讯后 邹静华欣喜若狂 连续给徐光达写信 他并不知道 当时国民党当局 已经封锁了通往苏联的游路 1938年初 徐光达由苏联回到延安后不久 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在抗大 这位丰华正茂 又有留学经历的教育长 以出色的素养和作风 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他这大个 比较英尊那个人 挺稳稠稠的 感觉是入匠 是很有秀 你能知道 给苏联留学的 又在抗大的时候 当教育长的 他很平易近人 着风民主 着风民主 生活要求黑暗 君荣威夷 谈吐卢雅的徐光达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也四处打听妻子的下落 凡是从湖南来的学员 他都去询问过 甚至还查阅过学员的花名册 但是没有人知道周静华 究竟在哪里 许光达同志的死生的坚信 对爱情的一种真诚 死生的坚信 周静华还在 就是说他不能辜负周静华 他设想周静华 也在盼望着他 尽管阴性没有通 但是他们还是 这个情啊 这个心在相通 许光达对革命一片赤诚 对爱情同样忠贞建议 这其中既有对爱妻的深厚情谊 也有深入骨髓的 互相文化的影响 为了一个承诺 去投身一份事业 为了一个承诺奉献自己 这个 在他那儿就是一句承诺 他对爱情的这个真诚啊 所以使他呢 保持着一整情操 保持着一整操作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 延安成为了革命的胜利 尽管这里物资溃乏 条件艰苦 但却是众多爱国青年 追求理想的目的地 那一段时间 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 每天都会有背着行李的 进步青年 结伴北京 许光达没有想到 离别十年的妻子邹靖华 竟然有一天 也会加入这支队伍当中 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1938年一个普通的夏日 邹靖华在湖南长渣的家里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就是父亲邹西鲁的朋友 徐特利先生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 这位德高望动的教育家 担任了八路军 驻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 而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徐特利 这次无意地探访 为许光达和邹靖华的重聚 开启了希望 他们一家都非常高兴 老朋友见面 所以徐特利 就是在闲聊之争 就对邹靖华很关心 他说 这个妹子这么大 现在在干什么 当时邹靖华已经从女子施放地业 还没找到工作 徐特利就问邹靖华 想不想去延安读抗日军政大学 邹靖华知道抗大在延安 这个大学既能继续学习文化 又能参加抗日 而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 在那里或许还能够得知 丈夫的消息 姑外婆呢 就当时就同意去延安了 徐特利先生呢 就是通过宁波曲 介绍到了那个延安 几天后 邹靖华协同许光达的妹妹 徐启亮一道 带着徐特利写的一封介绍信 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刑场 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邹靖华把介绍信 交给了办事处的负责人 林博曲 并不失时机地 向他打听 丈夫徐光达的消息 他通过周靖华的 这个言谈之中 知道他是 徐光达的妻子 所以他就很谨慎地 这个 发了一个电报 给延安的徐光达 1938年10月 徐光达收到了一封 让他激动不已的电报 上面写着 邹靖华已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要求去延安抗大 不知你是否同意 请速回电 原来当时许多人参加革命后 就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姻 细心的林博曲得知周靖华要去看大 由于不清楚徐光达现在的婚姻状况 就给徐光达事先发了这封电报 因为林博曲还有顾虑 因为当时在延安的时候 徐光达也是仪表人才 也是有学历 有经历的人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 家里的那个包办婚姻 父母职约那种婚姻都已经解除了 徐光达没想到 已经多年失去联系的妻子 不仅顽强地活着 而且还要来延安参加革命 他立即回电 欢迎周靖华到延安 周靖华和这个徐光达的妹妹呢 非常的想往到延安去 基本上是迫不及待的 到了 但是去以后还没等徐老给他回信 他就坐着车 坐着当时去往延安的车 就进入了延安 六天后的一个黄昏 周靖华和徐启亮 乘坐一辆苏质卡车 到达了延安 他还不知道徐光达 已经在热切地等候着他的到来 他到达延安 刚一到没多久 就来了一位小战士 就是学习周靖华 他说我 哇 他说你 他说你就是 他说我们教育长 要我来看你 就在周靖华心存疑惑之际 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 出现在了门口 周靖华坚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 竟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徐光达夫妻相隔十年后 再次重逢的传奇经历 在延安一时被传媒加话 周靖华来到延安后 被分到抗大四中队女生二队学习 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尽管抗大的生活相当艰苦 但是能够和丈夫一起参加革命 周靖华的心情却十分愉快 1938年10月14日 周靖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这一天也恰好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这一天 许光达深情地给妻子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俩的结婚整整已经有了十年 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零二十一天 不知流过了多少的伤心泪 也曾受尽了艰苦与心酸 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几十年来 周靖华一直把这份手记珍藏在身边 直到老人去世 这些文字让他深深体会到了 丈夫对他的真挚情感 也见证了两个人坚真不渝的爱情 无论是在他的革命斗争中 还是在他的感情生活中 他都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种情操 经历过这样的生离死别 许光达再也不愿意与亲人分离 然而他没有料到 就在几年之后 他却再一次经历了亲人绝别的痛苦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 许光达向中央提出 要到条件最艰苦 对敌斗争最激烈的近西北抗日前线去工作 此后不久 许光达被任命为 进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在近随二分区的驻地宝德县 到处使日军烧杀抢掠后的断壁残垣 生活十分艰难 当时与许光达同往进西北的是妻子邹敬华 和还没有断奶的小女儿玲玲 来到这里没多久 营养不良的玲玲 突发急性长眼 当时部队缺医少药 根本得不到有效治疗 每天工作很忙 有的时候工作到深夜 特别是她的孩子 许玲玲 在当时得了重病的情况下 她也来不及照顾 许光达让医生用土方草药给玲玲治病 但是孩子的病情却不见好转 守候了整整一夜的许光达夫妇 最终也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心情悲痛的许光达亲自为女儿找了一处长眠的地方 此后的几十年 许光达的身上始终珍藏着这张妻子与儿女的合影 直至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